中国人民解放军空中梯队共71架战鹰列阵长空 飞过天安门广场场面震撼人心 其中被誉为蓝天仪仗队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十架歼十战机组成七一字样 这是他们第一次以数字编队的方式翱翔蓝天 表演队全体人员都是积极踊跃报名 生怕飞不上了 说个实话能在建党一百周年参加这个庆典活动 我们是备敢自豪和骄傲的 庆祝大会上15架战机首次同框亮相 对于新一代隐身战机来说 歼20虽有极其优越的操控性 但在有前续飞行梯队伪流扰动的情况下 想要奉献一场米鸟不差的飞行表演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磨合协同 做到一个整体 整个在空中统一步调一致 其实这需要大家更多的默契 更多的训练 然后也还有相互的信任 礼炮鸣放是整场庆祝活动 地面部分的起始环节 56门礼炮鸣放一百响 致敬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一套完整的礼炮鸣放包含9个动作 其中会炮是礼炮兵特有的军资 为了高标准执行礼炮鸣放任务 每名炮手需要从早到晚 在五米炮位上往返1000多次 队员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毫秒级 动作定位以厘米计 只有这样才能打到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 最佳的呈现效果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 到国旗杆距离220米 222名一仗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 分别以旗步 正步 旗步各一百步的方式完成 步步铿锵有力 以此向党的百年华旦献礼 行进过程中没有踩点音乐 但步伐步速都需要与礼炮鸣放间隔精准配合 为了确保整齐划一 国旗护卫队队员经过了高强度 日复一日的训练 在我们授留任务到正式任务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加班训练 我们现在定的标准就是 秒数 步数 炮数 米数 要分毫不差 分离不差 作为我们国区护卫队的每一名同志 护卫国旗 重于生命 是我们的誓言 大会上从耳熟能详的唱之山歌给党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到沉稳有力的钢铁洪流领航中国 一首首激荡人心的乐曲 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奏的 一朝一世的精益求精 只为天安门前的完美演绎 一朝一夕的废起忘食 只为在神圣时刻献上华美乐章 我们安排了七名同志 创作了十四首这个仪式音乐 邀请了军内外著名作曲家 总共搞了两次评比 最终选了吕稀浩同志 创作的领寒中国 也是钢铁洪流的唱作者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种精神 那就是军乐精神 我们为军旗天才 为党旗增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衷心祝愿我的祖国繁荣富强